新一年開始 香港與內地終於通關 對樓市復甦起了關鍵作用 隨著內地豪客重返香港 豪宅市場會是一大兩點 不過 如何定義豪宅 市場看法不一 過去十多年 市場上有很多豪宅新地標湧現 發展商在各項設施方面均精深打造 會備堂皇的室內裝修及高級電器 當然還包括豪華會所等 特別是在宣傳及包裝方面更加不惜公本 令人感覺擁有這些物業 就是身份的象徵 當然 不者亦認同這些項目絕對是豪宅之列 但是傳統對豪宅的定義 有一點共識歷久不變 就是地段 亦即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物以罕為貴 傳統的低密度地段 因爲供應較少 兼且很多富豪會將知事作收藏 及長期居住 一些客人經常要花時間等待 這些單位的出現 增多足小之下 豪華單位在市場好的時候 經常都會出現天價的放售 再加上近十多年期間中國內地的經濟起飛 有很多內地富豪都喜歡購買香港的豪宅 這些超級大豪客經常一擲千金 計成本 但求買得心頭好 近年香港受盡疫情的洗禮 經濟受損之餘 不少行業的生意都一落千丈 很多商家生意停滯不前 連續幾年都出現虧損的狀態 部分業主或投資者 唯有忍痛國內 將一些貴重物業出售套現 而市場上具實力的買家 便容易發掘到心儀已久的豪宅單位 內地防疫政策態度出現大轉變 同時間 香港亦大幅放寬防疫限制 以促使香港經濟得以復甦 到了近日兩地開始通關 令益押了三年的香港 能夠再次與內地接軌 在此背景下釋放出來的爆發力十分驚人 相信人流 物流及經濟流將會全面啟動 近期已見有一些豪宅物業成交 市場買家及投資者都是先知先覺的 他們用真金白銀 為香港樓市投下信心的一票 而地產代理的生意也見明顯好轉 就是初現復甦的最好證明 不者藉此祝願香港2023年各行各業 都能走上復償之路 人人都能享受風足的一年 建議 市場 超愛